现代社会非常关注青年人的抑郁症 但其实在老年人中抑郁症并不少见 而且抑郁是痴呆症现在比较明确的12个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 那些独守在农村或者说随子女搬到大城市的一些老年人中 抑郁的发生率总体还是比较高的 罗西西这一期就给大家带来一个老年抑郁的出评量表 这个表格非常的简单 只有15个问题 但有更详细的版本 所以只是供您做一个粗浅的评估 那要被测试的人应该到一个安静的环境 只有一个人的情况下去默默的对照 此外这个量表本身只适合看视频的人自己做 不太适合您拿着去问别人 为了不对您的情绪造成影响 采用的是机器阅读的方式 每个问题您只需要回答是或者是否 然后拿一张纸 把这15个问题的是和否全部都写下来 准备开始 准备开始 一 你对生活基本上满意吗 二 你是否放弃了许多活动和兴趣爱好 三 你是否觉得生活空虚 四 你是否常感到厌倦 五 你是否大部分时间感觉精神好 六 你是否害怕会有不幸的事落到你头上 七 你是否大部分时间感到快乐 八 八 你是否常感有无助的感觉 九 你是否愿意待在家里而不愿去做些新鲜事 十 你是否觉得记忆力比大多数人差 十一 你是否认为现在活着很惬意 十二 你是否觉得像现在这样活着毫无意义 十三 你是否觉得精力充沛 十四 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处境很无望 十五 你是否觉得大部分人活得比自己好 好的 请您按照评论区置顶的标准答案进行加分 那这个得分越高 那说明您的抑郁程度可能相对来说越高 但是呢 在0到4分之间仍然是判为正常 但如果您有5到8分的话 会被判定为轻度的抑郁 8到11分的话是中度抑郁 12分以上是重度抑郁 当然这个表格只是供您初步筛查使用 不过呢如果您测试出来得分是高于8分的 比如说是中度抑郁或者是重度抑郁的话 建议呢您还是有机会的话到当地的精神科的抑郁门诊 或者说找到一些心理咨询师对自己进行一些治疗 那因为现在的老年人其实对自己的生活质量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那一些对于抑郁综合的一些建议 通常就是要好好睡觉呀 要经常出门运动啊 经常社交啊 然后在饮食上面要注意 可以采用罗西西说的mine的饮食 因为有一些饮食 比如说暴饮暴食啊 或者说吃一些非常辛辣的 吃一些深加工的 可能会让一个人啊 情绪呢变得比如说很沉闷啊 或者说天天很想睡觉 抑郁程度继续发展下去 那关靠这些呢已经是没有用了 可能还要配合一些药物或者说一些心理治疗 好的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见